在影视圈小有名气被号称是演唱会教父的郑奇城和严允峰 因为欠债到处炸财吸金 现在被逮 他们专门打着邀请国际艺人像是TWICE BTS 来台办演唱会当投资标的四处行骗 许多政商名流和艺人都受害 不法获利高达1.2亿 舞台上麦力唱跳魅力十足 当红男团防弹少年 全球吸粉无数 但却有人打着举办他们的演唱会当幌子 六年内不法吸金高达1.2亿 两名主贤被逮一句话都不肯说 不止一人康康 前5566团员小刀也损失不小 甚至政商名流也被他们骗得团团转 吴敦义的儿子吴子文 以及玫瑰唱片行的董事长都被敲诈 超过15人受害 主贤郑奇城以及袁宇峰 其实在演艺圈都相当有名气 办过不少知名演唱会 还被号称是演唱会教父 但两人因为在外花天酒地欠债 就起了邪念开始炸财 拿投资演唱会当标的来行骗 宣称自己已经取得国外当红艺人的演唱权 邀请政商名流投资保证获利 他们看准投资人以及被投资人 根本就是资讯不对称 一案多卖到处袭金 投资的金额由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并且保证获利有10%到40%左右 事实上却没有举办过任何的活动 仗着自己在业界的名声 四处炸财 现在半场演唱会都没办成 还弄到身败名裂 名声扫地被移送法办 记者从人林朝贤 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